大家好,在炖鸡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总感觉自己炖出来的鸡肉没有饭店的香 而且又腥又柴,总感觉不好吃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今天就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往鸡肉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鸡肉 把食盐化开 让鸡肉在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用盐水浸泡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把鸡肉内部的脏东西和血水泡出来 泡好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两遍 接着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把鸡肉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再加点料酒去腥 接着开中小火,给它慢慢加热 这里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 鸡肉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冷水下锅 冷水下锅可以使鸡肉受热均匀 才会慢慢的将内部的血腥很好的释放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用中小火慢慢加热的过程中 鸡肉的营养物质也不会流失 才能是做出来的鸡肉达到肉质鲜香软嫩的目的 如果直接热水下锅 鸡肉的外部组织就会迅速的预热而凝结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排骨内部的血腥无法释放出来 并且外部都烫熟了,里面还没有受热 做出来的鸡肉就会又腥又柴一点的不好吃 所以记住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我们看一下水已经非常混浊了 说明里面的血腥已经慢慢的释放出来了 我们仔细看一下上面漂浮的这个浮沫 漂的就是鸡肉内部的血腥 释放出来预热然后形成的 这就是鸡肉腥味的根源 用勺子将这些浮沫撇出去 准备一盆40度左右的温水 把鸡肉放进去 把鸡肉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浮沫清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处理好的鸡肉 不管是用来红烧还是用来煲汤 做出来都特别的鲜嫩 不行也不柴 接着往鸡肉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 白胡椒粉 再加一点料酒 再加点生抽 再加一勺蚝油 加少许的老抽上色 然后给它充分的抓满均匀 抓匀之后放旁边腌制15分钟 接着再准备一点干香菇 用温水泡发 再准备葱姜蒜花椒 八角桂皮香叶和干辣椒 香菇泡好之后给它清洗干净 起锅烧油 把刚放在盘子里的配料 放进锅里炒香 放入腌好的鸡块 然后开大火翻炒 用大火翻炒 可以快速的把鸡肉里面的水分给它炒出去 这样鸡肉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大概炒三分钟左右 然后加入清水冒过鸡肉 放入泡好的香菇 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 哇真的好香啊 出锅之后再撒上一点正经的葱花 美味继承 香喷喷的炖鸡肉就做好了 鸡肉鲜香滑嫩 没有腥味 吃起来非常的开胃有解馋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香菇也吸满了汤汁 鸡肉鲜嫩多汁 一点都不柴 真的是太好吃了 如果你喜欢美食 就关注一下我 每天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做法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